背後有接受徵召的話 勢必要跟美人姐對抗的話 你覺得你有勝算嗎 如果他要一直主張 民黨不太委屈的合併是合併 那委屈的婚姻也是合併 你認為你的粉專比 參選重要嗎 雞排妹被徵召 小葵與美人先表態 粉專比參選重要嗎 我們女人終究是 必不良寫留神河 中正萬華立委林昌祖 確定不再連任 雞排妹正佳純在臉書透露 二度被民進黨探尋參選的可能性 但此類空降旋立委 引起在地議員不滿 雞排妹雖然對此自仇沙包 而十二號出席活動 依然表態願意幫忙 就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 當然像個沙包 後來如果真的有機會 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路可以出一個小沙包 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喔 北部的基礎表格很準迷 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不是要故意學侯友宜講話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彈出說你要選中正萬華之後 在地的議員劉耀仁是說 那不如找在地的豬肉戲師 又或是有不具名的立委是表示說 那這樣子乾脆找啦啦隊女神 零一下 還有人說我是牛鬼蛇身不是嗎 都接受啊都接受 那名嘴指引說有炒房的這樣的毅力嗎 炒房哪一個名嘴 她有幾間房 她的家人有幾間房 有沒有超過兩間 現在一般民眾認為超過兩間就囤房喔 所以三親祖奶奶在這邊提醒你 以後在進出日本的時候 如果問說你是否有刑事犯罪記錄呢 你要記得Go Yes Hey Ju 菊花台滿地餐 你的菊花嘿呀呀 我覺得是因為台灣人跟外國比起來相對安全 所以我們對於一個知道仇恨的人 有點害理人詞 所以有點懶得理他 我覺得這都 態度都沒有很喜歡 因為他相比耶 明天他百分之一大 Hate you Don't make it black 如果有接受真招的話 勢必要跟女人幾人對抗的話 你覺得你有勝算嗎 我覺得他應該要先表態 到時候不知道你會支持哪一個政黨的政黨票吧 如果他要一直主張 民黨不太委屈的合憑或是合憑 我們目前看起來的水平沒有要買回來 然後大家不就一直問他說 那我們去的婚姻也就說什麼 然後他因為這樣開一個新粉專 然後說不想要讓政治影響到他原本的粉專 你認為你的粉專比參選專要好嗎 我們知道你有要就是選舉的意願嗎 他第一次被詢問的時候 就是叫做他 他說 日本如何我是不清楚 但是在台灣如果你是立委的話 你的配偶資訊是要公開的 也就是說我現在真的民主 大家都會知道 然後開玩笑說 選舉是這個半年一年的事情 但如果有選唱 那我消失的時間就會拉長喔 他說 比起我的隱私和我和你相處的時間減少 台灣未來更重要 喔 所以他的選舉要更重要 變成政治人物呢 娛樂這一塊你會聖誕幾分還是會放錢 你這次年就畢業了嗎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就是說 我責任來我承擔 但我覺得有點僵硬 都還沒有確定 確定是我的責任 我都會聖誕 這是喜事啊 趕快買一隻雞 回來欠和獎